家吃飯 過年過節假如說伯伯他們沒有家人的 我爸都會請來我們家吃 所以一過年都兩三桌 媽媽不煮的 媽媽會熱菜 這不能算人家會煮的範圍 熱菜也不簡單耶 我爸一天火候要拿捏啊 他以前在士林關底 一天在家一天在部隊 一天在家一天在部隊 這樣兩邊跑 所以我爸都會先把菜熱好 我媽只要隔天熱菜就可以了 所以爸爸在家裡會很講究小孩吃飯的規矩嗎 非常 我們連拿筷子小時候 就是連芝麻跟米都可以用筷子夾起來 老伯伯要試著剪一顆地上的芝麻嗎 這裡會有芝麻嗎 找點事情 找點事給他做一下 這一定會打 這一定會打 所以 好了大家 你先把這個筷子給繡起 快點 你那個是黏起來的 筷子借我們用一下 證券拿法是怎麼樣 他這樣子拿 我自己會有拿很高 這樣還太後面嗎 對 一定要拿中間 因為我 我習慣拿很高耶 然後我爸 我媽他們說 那拿高以後架很遠 對 然後吃飯要 吃飯也要坐直嗎 坐直 然後爸爸上 爸爸一定要先坐上 我們才能動 然後等爸爸一起 沒吃過會被揍嗎 會 站立一定要吃光光 要關電視 對 對 關電視 不能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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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一定要拿著碗 不能看電視 不能講話 那氣氛不是很安靜嗎 不是應該要聊天嗎 不是應該要聊天嗎 才去吃飯啊 沒有 不聊天 然後所有的菜 不管放在哪裡 你只能夾靠住你這一邊 這個部分 對 黃雲輝有帶過女朋友回家 然後就被龐香琳罵到 也是為了吃東西的事情 罵到哭了 這個很精彩 對 是什麼事啊 呃 其實我們家剛剛 我聽到 都有嗎 就是都有 可是 還有一個很 蠻特別的 有一次也被罵瘋了 就是 呃 餐桌上可能會有餐巾 衛生紙或衛生紙嘛 是 然後抽起來 你不能夠越過菜 一定要繞過所有的人 然後才能遞這樣子 蛤 哈哈哈哈 什麼意思 就是 對 還是說 衛生紙有屑屑 之類的 不能你說飄過菜的上面 然後那個什麼 湯匙 不能就 有時候鍋子比較深嘛 你放下去的時候 一定要倒扣著的 哦 要不然這樣會滑下去 對對對 然後湯 鍋蓋 不能夠直接 放在桌上 會 這樣會髒 所以一定要這樣子 所以你說女友被罵是什麼事件 反正說是 還找個名義是過年 除夕吃年夜飯 然後回家吃 然後 魚不能吃 這我們從小就知道 年年有魚 所以不能吃那個魚 可是 又一定要 那個習俗我覺得好奇怪 一定要講說 吃魚吃魚啊 吃魚吃魚 一定要講 講了然後大家還不能吃 所以他在引誘你們吃 吃了要中你們吃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快神很重是黏的習慣 對對對 很傳統 有很多 這要吃小吃還要包一塊錢 對 你說 對 他說 吃魚哦 吃魚 他一定會講很多個很多個點 他超筆記 這個東西不能怎樣 這個東西不能怎樣 尤其是吃魚 你千萬不能夾那個魚 千萬不能 那魚不能吃的 年年有魚 懂了嗎 女朋友說 懂了 然後 可是一上餐桌 我爸說 桌台後面了 前面一點 他就 他就要聽命令了 那個女生就開始 跟那個女生講 對 心 心到你們家的客人 他這樣跟人家講 對啊 她第一次見到他 那女生這樣講 然後 麻煩你坐前面一點 他會很客氣這樣 這樣 怎麼了 後面有什麼東西 對啊 有拍什麼 我壓到 他這邊有個什麼 有個頭髮 對 他在拍照 要拍照嗎 做 也沒有 然後 OK 然後到了 開始他講話嘛 像大家都一樣 爸爸會講話 然後等一下過年什麼什麼 講完了 好 他就講第一句 講什麼話 就是說 過年賀池啊 對 今天是什麼年 現在講過年賀池 對 他主持 他主持春節晚會 對 對 他一定要講 講什麼 有今年是什麼年 然後呢 誰 誰 誰有那個什麼 就是 犯太歲 犯太歲啊 什麼的 就講了 就都 講了很長很長以後 大家一起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他能吃飯 OK 對 然後呢 他第一句話 我記得非常清楚 我就很緊張 因為那個女生 他跟不上節奏 這樣 恭喜恭喜 開動了 要吃了 誒 客人嘛 我爸就對著他 誒 吃魚吃魚吃魚 他就直接 反應就是 吃魚 就夾魚了 一夾我爸就 然後就 直接對著我說 你有沒有夾到他 真的嗎 好笑 好嚴重 大宅門 然後我就 我說 我有 我叫他不要吃那個魚 他說為什麼要吃魚 我說 他太緊張 反應不過來 對 女孩子就哭了 後來也稍微比較化解的氣氛嗎 沒有 好尷尬 他不在乎嗎 他不覺得自己把氣氛 搞得很僵嗎 他覺得是我的錯 他覺得是我沒有講清楚 對 所以現在這個吃魚吃魚 但是其實不要吃魚的傳統 還存在嗎 還存在 今年過年一樣 對啊 過年 哇 那你應該不敢再帶任何一個女生 回去自己 我叫媽媽不要再 不要再弄魚了嘛 為什麼每一人要這樣 不是有一個 可能每年都在期待那一刻 他可以拍桌子 對 沒有啊 後來我媽就變空 他會煮兩條魚啊 一條就不准吃 一條就大家吃啊 就留一條下來就好 你沒事 補線就幹嘛 很難笑 可是 謝謝師兄 可是潘昌靈在 演藝圈不是是很 和哀可親的人 想說笑話 很幽默耶 他是個很幽默的人 可是他對於 自我的要求是很高的 他很會看人 OK 然後所以 我的朋友們來我家也是 除了剛剛說吃飯之外 日常生活上也一樣 例如說 他看到一個人在吃冰棒 我的同學很準 吃冰棒 他看到吃冰棒 看著看著看著 云輝過來過來 就把我叫到房間裡面 怎麼了 以後這個人 不要叫他來我們家 為什麼 我說為什麼 看他吃冰棒的樣子 對 吃冰棒有什麼對的樣子 我不知道 我其實很火 那是我小學的時候 那是我很好的 對 那是我很好的朋友 小學耶 冰棒應該怎麼吃 在看教養 不是 你能有多壞嗎 吃冰棒能壞嗎 你被扯不到 後來其實 是不能肉食還是不能 其實是有一個點 他有跟我講 因為我很生氣 我說他是我好朋友 你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冰棒上面的那個花生 掉在衣服上 然後這邊滴那個 滴那個融化了嘛 滴到手上了他都不管 他覺得這個人好像就是 邋遢 對 有點問題 我懂我懂 後來那個人真的是就是 你懂啊 沒有 因為你知道像很多 我看很多人吃炸雞 我看得很不舒服 因為炸雞你可以不用 用張十隻手指頭 你只要用兩根手指頭拿就好 可是有些人他就會 你知道這樣整個這樣拿 然後這樣吃 你這個手全部都髒了 這將來怎麼會成功呢 因為廣告裡常會鼓勵 人家要吸手指 所以他們就要每一個手指都 他就是沒有生思熟慮 我懂你爸爸 從小地方 對 可能是 你趕快去報名軍校啊 你趕快去 他一定要把它擦乾淨再繼續吃 或是下面包一個衛生紙 他就不要讓他再滴下來 其實還蠻準的 好幾個同學是這樣 就是 到了 現在長大了嘛 都殺人 有 偷竊的啊一些什麼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吸毒的 真的 好像因為別鬧了 有很多人吃蜜蜂 滴下來後來就有通氣的啊 當然也沒有 只是說 剛好都很很真的很準 真的很準 你的名字是爸爸命名的嗎 是爸爸命名 可是我們是有 照君中的徽章 族譜的 是照族譜 OK 對 就是 尼亞倫的奶奶 將軍奶奶也會看人 我奶奶很會看人 而且我不知道 所以你男友都要被他看嗎 可是我奶奶絕對不會在 男友面前或朋友面前 什麼拍桌子或很生氣 他絕對不會 因為他們的職業病的關係 所以他看到你 秘密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看到你 然後握手 然後跟你講一大堆 很多很重江山話相應的國語 然後男生通常都聽不懂 然後我就在旁邊笑 然後奶奶就一直看著他的眼睛 然後他一直笑 一直笑 一直笑 然後笑完之後隔兩天 他就跟我說 這男生眼神不正 心素不正 或者是說他眼神閃爍 然後會講說這個人個性 譬如說他覺得他講話其實是 講大話比較多 或是這個男生其實 就是看到每一個人 大家都是小孩子 怎麼可能不講大話呢 就是 可是其實沒有 那時候大概二十幾歲 可是奶奶看到每一個男朋友 他都會去分析這個人 可是準嗎 他講的 還滿準的 可是當下我都聽不盡 被一個老太太一直盯著看 眼神一定會閃爍 對 你聽不懂他講話 因為奶奶可能就想說 你應該聽得懂我的話 可是我都會直接叫男朋友說 笑 他們就會一直笑啊 OK 所以你現在這個男朋友 奶奶有看過吧 奶奶看過 他覺得他正不正 他覺得他還滿正的 你講的正是正直嘛對不對 正直 笑